诶 大家好 我是SKY 原本我是没有打算这么早做新秀出炭的 但今年的新秀真的是全都来打我脸的 一时打脸一时种 一时打脸一时种啊 必须说今年几名重点新人 他们热身赛的表现 和夏季盟和大学时相比真的进步太大了 这种集体表现超乎预期的状况 是过去几年都没有的 也因此或许2019年将透过过人的努力和学习 让选秀当下的小年变成10年后的大年也不一定 然后最后提醒一声 稿子是在10月13日完成的 所以后续大概一半的比赛没有跟到的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状况 就只能请大家自己去看咯 那么究竟新秀们表现如何 谁胜我巴掌胜得最凶呢 以下就赶紧来瞧瞧吧 Aldre Barrett的问题 我前面的影片反复提过很多遍了 第一就是K卷球接球脚步很差 第二就是下球切入不会善用脚步加速 以及第三比赛解读很糟糕 容易脑冲不受控制 但惊讶的是 这些问题在热身赛 几乎全都得到了明显的修正 虽然3分准度还没出来 但善用垫步塞好双脚后才平衡的起跳出手 姿势也非常稳定 切数上呢 过去我就说过 要是他那种完全不加速 爱身体对抗从3分线外磨进去的老人切法 能加上良好的加速脚步或是低拍假晃或刺探布 那他的切入完成度会瞬间超越多数不擅长碰撞的侧翼新人 而现在虽然加速脚步还是不太稳定 可以看到重心压的不够低 加速的脚步不够明显 加速后轴心脚跨步幅度也太小 但至少啦 善用脚步带来突破动能的意识已经出来了 融合上不错的假谎和刺探布来换开对手 让他的切入危险型的热身赛显著提升 自由比赛解读上 比起Duke实习一球在手群魔乱舞 赛尼可以Randal、Payton等人帮忙掌控节奏 让Barrett打球受控非常多 不再一过半场就脑冲 并且他切进去后分球意识也有所提升 偶尔能成功切穿找到外围射手 或是董和Julius Randall 做正确的小组配合来创造机会 必须说啦 难在一个夏天内就呈现出如此大且精准的改善 不难想见Barrett付出多少苦力和心思 因为我想比起他的天赋 他那强烈的斗志所带来的竞争心 也许才是他最好的武器吧 我在选秀剪评讲过的D&R Hunter 要是能接替下Teron Prince离队前 练坏的接应终结者位置 那么老鹰这个选秀就算值得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干Hunter热身赛 最近打得比Prince离队前还好啦 当然Hunter整体计算经验不到Prince 我也不是说他现在就能完美 cover着Prince的离队空缺 但Hunter热身赛把Prince会做的 甚至是不会做的工作 他全都做到了 选秀时我用Hunter最大的诟病 就是进攻底子 包含投射的姿势 进攻的脚步 进去终结的手段等等 处理球和穿球的能力更是毫无期待 但是热身赛Hunter整个投篮姿势 变得非常稳定 不过像过去上下半身有分离 失利不均的感觉 从起跳到投出一气呵成 下球后的加速脚步 虽然进步不明显 重心还是颇高 进去终结的手段也不多 但他善用高大的身材去架开防守 在对抗后上篮得分 能对抗这点以新秀来说 就算值得称赞了 更可怕的是 我从没想过Hunter会具备的切传能力 他也在热身赛好几次做出来 接应后吸来防守 立刻传导到弱边射手位 解读又快又好 这是他大学时期看不到的 也是Prince练了三年都练不好的 结果他大哥 一个夏天就长出来了 这些都让Hunter的接应 变得更具威胁性 只能说老鹰这投资 真的值得啦 Hunter看起来不仅能接下Prince的功能 成为加强版的罗战 我想指日可待啊 我对还有 他的防守超爆更好 身为英明真的 只有爽而已啊 Cam Radish 乍看之下数据并不突出 但实际比赛内容倒是超乎我预期 他选秀前就被爆出过 大学期间他其实有一头拉库伤势 让他没办法好好打球 而热身赛健康的他 看起来确实比大学积极多了 是 Radish看起来改善最大的 是形态 实际上他基本功还是很烂啊 几乎就有Kajun虽然直线切入两招 但跑位以后 接球直接后仰出手的流畅度 真的 真的很像TMAG 下球后在禁区终结也勇于对抗 展现协调性 而本来啦 他的天赋就没有问题 他的问题始终是在不够积极 也于是热身赛果敢的表现 瞬间让他的发展乐观了许多 更别说他挡拆后确实有分球的能力 控球前锋的潜力无庸置疑 只要心态不崩 随着基本功提升 我想Radish的成长 仍旧值得期待 8村蕾虽然我觉得还是在我预期中 但不得不说他的表现成长的速度 真的也很有打脸我的趋势啊 即便中距离单打在更强势的防守之下 命中率低迷 但其实8村都把控党创造出来 那样成文简单的技术 真的让我蛮有口外钢筋联盟的记事感啊 就未来想必会是他和巫师办场重要的武器 同时挡拆或接应时擅长抓时间差去走位和切入的意识 更是最大程度的解放了他的体能 因为我也在选球观察说了 他不是那种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 他的弹跳和爆发展现最好的情况 就是有空间让他双脚站定起跳的时候 就像他热身赛最精彩的这球灌篮这样 第一拍抓时间差切过回防不及的防守者 第二拍直接垫步后双脚起跳 而最后呢 就是精彩的单手中扣了 在三分头是有提升 中距离应该也能随着时间越来越稳之下 除了高智商版Marcus Morris以外 我甚至还看到一些 呃 不会拿球敲别人头版本Marcus Morris的影子 如果他能练成Morris兄弟的稳定版本 那第九胸位毫无疑问 是个非常值得的投资啊 好好好 我知道大家快受不了了 再来呢 终于就要提到 那个飞天盾地的巨大生物 那个如同巨炮横扫战场的 怪物坦克 那就是 本次影片由 Warrobot 赞出播出 热血激战游戏 不只让你在球场上 挥洒热血 再加吹冷气也能当冲血 呃不是 热血肥宅 现在从影片下方注锦栏 连接下载Warrobot 立刻怎么样 获得100金币和40万银币 不用8分8篮板 身价照样GJ Tristan Thompson 再送独一无二的帅气Skin 和全新机器人加上整套酷炫武器 让你瞬间从FREDNIKIN 进行9MB 剑神 杀神 剑佛 杀佛 剑 诶 糟了 是世界奇观 诶 这里真肥宅 不啰嗦 直接怎么样 玩给大家看啦 好不好 我买了这一台 跟我本人一样移动偏慢啦 但是 嗯 火力 比较强大的 Gradiocafo啦 好不好 诶 这里根本就有一个相见欢 哦 炮很大管耶 巨巨捏 水哦 有这种队友就是 安心 有没有看到前面那边有个光束 这个游戏 把敌人歼灭完 跟占领全部的据点 都可以胜利 诶 所以我们 对 我们去占领据点吧 怎么这么慢啊 怎么会被人家淘汰 你各位 诶 激战就在这里开始 你知道吗 我发现这个游戏 只要锁定敌人之后 他就自动帮你射 这样你只要 怎么样 右手移炮台 左手移机体就好 再刺激的同时 才是保有方便性 OK 诶 就跟你平常左手握滑鼠 右手握 什么 诶 没有 没有 厂商我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 这里可以看到前面跟右边都有一只 右边的 诶 诶 等一下 有点痛 大哥 有话好说 我们 和平共处 不是 诶 别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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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50种机器人和武器任你组装 排列组合 自己算算有几种可能 啊到底有几种 不要问我 我文族 另外还有20种有独特技能的驾驶任你选 以及超多种类skin地图任你玩 同时多种游戏模式 可以和朋友共同作战杀敌 占你据点也可以参加联赛 争夺荣耀 就是这么热血这么嗨 你平常怎么射都射不好 射歪射到墙上吗 诶 我说篮球 立刻下载 WAR ROBOTS 让你一时乱射 一时爽 一时乱射 一时爽 就就 就 当妈 对 请我刚是被业配了吗 诶 对 总要接一次再招什么感觉嘛 我知道大家等ZionWalluston很久了啦 Zion的话嘛 我原先预期缺乏外线 第一位和运球又不够细腻很难 立刻转移上NBA的他 应该会先从挡拆跟进开始做起 而这也是我选球观察将他比作Dreamont的原因 但选走他的醍醐 并非爱用挡拆的球队 上级不论挡拆持球 还是挡拆跟进使用频率 都是联盟后段 比起挡拆 Alvin Gendry的系统 更重视跑位切传的配合 也于是Zion 意外得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系统 当Drew Holiday和Lonzo Ball 切入到青藏地带 吸来弱边埋伏的Zion的防守者时 他就会从两翼直接跟进 或是从底角绕掩护上来 进一步确认甩脱跟防 并在高位轴区的地方接球 最后一拍直接下一次球 就飞进去攻击 这用法不仅避免掉了Zion 需要自己运球过掉防守 也解放了他的第一步爆发力 后续一次下球直接起飞 更是发挥他弹跳 以及爆发的最佳解 不论是直接飞进去一对一对抗 还是一拍下去后垫步或转身 都快到难以阻挡啊 灵敏但小只一点的会被撞飞 大只弹太慢的会直接被切穿 最后不论是谁试图护框阻挡 都会被他坦克冲撞后赔上犯规 最扯的是 倘若防守为了阻止Zion 而带来大量的血防 他还能正确分球出一根入边射手 请问这要怎么守 除了他的膝盖以外 真的没人守得住啊好不好 当然开机后 各队势必要绞进脑汁去研究怎么堵他 而连Yannis那种怪他都堵得住了 Zion总有一天也会被堵住的啊 但他的分球视野和异式 在7点就已经甩Yannis一条街了 当对手越想阻挠他 我想只会激发他越来越进化 简单来说呢 Zion的热身赛基本上证明了 他是绝对的真货 所以体肤民们可以安心服用了啦 每年选秀都会有一两个 在大学只是平凡以上 上NBA后突然变一个人全面升级的家伙 而今年的黑马 无疑就是Niko Alexander Walker 在大学是样样通样样松的他 来到NBA后外线手感突然稳到一个令人难以理解啊 在热身赛NAW虽然不是百发百送啦 但他的出手姿势不论跑位接球还是自行持球拔起 甚至不论是空档还是防守已经贴到他脸上了 都稳定到不可思议像是机械般精准 并且出手的当下会带来强烈的安定感 让人有种哎呦这会进哦的感觉 然后就真的进了 同时NAW虽然组织上还需要适应NBA的强度 固有以为 嗯这应该闯得过去吧 结果就被抄走的传球 但从他传球的目标来看 他的空间感非常好 对整个进攻的理解也非常的高 再加上一项是他卖点的防守功夫 NAW看来真的会是类似Donough Mitchell那样 超越原本魔版甚至天花版的球员 即便在醍醐他13克很难有先发机会 我想新秀年他仍有望的板凳大放异彩 Jackson Hayes这几场大多都是垃圾时间上去 比较具参考价值的应该是爵士那一场 和如底狗贝尔对位期间 而在那几分钟内 Hayes又让我惊艳了好几回啊 防守上次让Hayes被Conley和狗贝尔挡拆 各种教育 但他的激动性毫无疑问 可以补出来外面协防NBA等级的后卫 横移非常快而灵活 同时Hayes在防守意识上也有不错的表现 站位以新秀来说算是可权可点的啦 这球面对狗贝尔直接抽椅子让他失误也非常的聪明啊 最重要的是在面对狗贝尔这种年度防守球员级别的护框下 Hayes两次展现极佳的协调性把球的挡拆或摆进篮框 一次是一手架着Conley单手截球后在狗贝尔防守下抛进 一次则是在和狗贝尔对抗后拉杆擦板摆进 这两球让我们看见了Hayes的协调性有多好 这种截球和泛滥的柔软度 以一名七十大哥来说根本是超稀有才啊 就如同NAW的外线手感异常的好一样 Hayes这种极佳的放蓝手感配上他的天赋 让他的可能性又变得更加充满遐想 尤其比起Derek Favors这种持球型的内线 Hayes这种专得挡拆和二波跟进的类型 更加适合体肤体系 假如他能持续按照这幅度进步下去 明年Favors合约到齐后直接扶正他 我想都不是不可能哦 PG Washington大概是热身赛最惊奇的球员了 即便选秀是被定义为极战力类型 导致需要天赋的黄蜂选下他后几乎人人喊打 但Washington比起原本预期的板凳水准极战力 现在看来反倒是先发水准的极战力 甚至可说是热身赛黄蜂阵中少数稳定的存在 呃...不...事实上 他其实就是黄蜂热身赛目前为止的得分王啊 热身赛期间Washington的三分姿势极度的稳定 不论挡拆POP出去 还是绕掩护出来KJU或是单纯的接应 只要空挡有出来都能稳稳投进 且挡拆走位的益胜接受放蓝的技术的Kentucky也被训练良好 有着对抗下放蓝的能力 另外虽然展现的机会不多 但Washington还有些侧应的能力 整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延伸四号 而且完成度远比想象中来得更高 虽然看起来已经接近完全体能开发的不多 不过这种高战术价值聪明又稳定的内线 说实在来能的乐透选道其实也算非常值得了 至少介绍Marvin Willis 过去在四号的功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Jerrod Koffer是前段顺位最符合原先预期的球员 为了不擅长接应擅长自己带球打挡拆了他 会让热身赛完全把板凳的单刀突破点给他发挥 而Koffer也不负众望 他的基本功真的非常非常好 让他缺乏第一步速度 人能莫名其妙的挤进篮下 像是运用变速和加速 这里则是一个headfag后转身 还有他一直都非常擅长的转身切入等等 非常有当烂章王的潜力啊 但禁区禁区后 一来是没有起跳的爆发力 让他非常容易被斜防的球员盖锅 二来是放篮手感不稳定 就能顶开对手也容易放枪 而手感这方面连带外线也不是很稳 也导致Koffer整体命中率并不算好看 而虽然要适应强度还有段路 但灰狼已经给了他最好的环境 且Koffer缺乏天生手感 但善用脚步来弥补这一点 真的非常有GMEBATTLE的感觉啊 又具备良好的篮球智商和苦练特质 剩下的我想就只能等时间来证明了吧 在NCAA算是聪明 但技术全不能的拿死Reed 上帝后工作简化 只要发挥头脑做好站位走位后 突然就变成一名颇为堪用的内线球员了 实际同位置上热身赛Noah Vonley 发挥得更加老练稳定 所以Reed的新赛季 嗯...恐怕还是得现在发展联盟蹲一下吧 Jordan Poole从假计联盟到热身赛 算是完全把身价打出来 他的跑位能力和绕出掩护后 迅速稳定的Catch and Shoot 简直纯熟的像是在勇士打好几年了似的 同时他在防守著作的拼劲 还良好的防守智商 将他同时在攻守的两端带来异助 是一名非常适合勇士体系的球员 如果未来能施衍NBA对外线的closeout强度 我想Poole有可能成为先发级的射手 Kobe Weiss真的一上场就全力冲刺 挡拆后有空隙 投 跑位后绕出来接到球 投 快攻中停在三分线接到球 照样投 只要有一丝机会 White就会毫无犹豫的出手 而且虽然不稳定 但他确实可以命中 真的很有人来封的特质啊 加上他的挡拆切船的热身赛也有展现 挡拆又是要张力以板凳来说 真的还算蛮不错的 非常符合我期待中 公牛板凳暴徒的感觉 新赛季有他从板凳出发 公牛的替补火力 应该能比上次进步 至于White能不能打上先发 呃...至少啦 在Satolanski还在的时候 我是没看到这个可能性就是了 好的 虽然一开头书定稿于10月13 但后来 呃... 看了其他场比赛之后 我还是省不住血了 所以以下呢 是后续比赛中新增的内容 OK Tiler Hero 想当年他一进Kentucky 我就来说 这家伙是Devon Booker 2.0啊 没想到 怎么样 他现在完全打脸我啊 是的 他最好是Buker 2.0啊 Buker哪会残球啊 Hero大学时期撞墙最大的 第一 他高中是习惯高难度出手的持球射手 结果大学外线closeout强度抖身 导致他出手很不舒服 第二 他接球投射的脚步其实不太稳定 让他大学时期Kentucky的效率其实偏低 但这些问题在热身赛里全部解决 绕眼护出来 Kentucky被防守前后夹击 超样投的劲 挡拆后被严重干扰 一样各种拔各种劲 什么高难度出手都难不倒他 这强悍的Tough Shot水准 真的完全堪比布克尔 更可怕的是 Hero还展现出高水准的分球视野 像这次可以看到 他切到高位时 进去是全空的 两边底角的斜坊都没有进来 而这时Jimmy Butler发现了进去大空 直接空切 Hero立刻正确判断传给他 让他携带斜坊 再转传给若宾跟进的Lennart 这球则是可以看到热火这里 可以作为一个西班牙挡拆 Hero替Roll-In了Adbio 掩护后Pop出去 把Adbio的防守者也带了出来 这时弱边的Jabari Parker 就得决定他要首三分 还首Adbio 而一看到Hero把球往射手带 Parker立刻选择出去 但Hero这时就做出完美阅读 分进去给Adbio 可惜被犯规犯掉 没有拿到助攻 至于这两球则分别是典型的分小球 可以跟进常人 以及阅读轮转后给到弱边射手 以上展现出Hero有非常高水準的比赛解读和传球视野 在有限的持球下能够迅速地make play 这种篮球智商是非常难得的 当然热身赛的防守强度并不高 开机后Hero的外线能火烫多久还有待商榷 但热身赛他全方位的技能展示 我已经将他的可能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档次 尤其在热火大量掩护跑会的体系 对射手极度友善之下 又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说真的啦 Hero几年后迈向全明星 我都不会太意外 JamaRain是高身位中相对安静的一人 在防守强度和高度抖身之下 他的运球没在像大拳那样轻松血液 切入后还内线正面对抗终结 也几乎都摆不进去 总会在对抗拉杆后短节 几乎所有Morain的切入进球 都是在快攻高速推进 让防守者来不及落位 给予正面对抗时放进的 不过呢 组织上Morain绝对是真货 即便有时拿不太准传球和自己上的平衡 会放在外围射手自己硬扛内线上篮 但整体来说 几次精彩的阅读防守后切传 吸引防守后分小球 在空中拉杆传到弱边 进展他以后的控场潜力啊 并且Morain虽然对抗性不足 但爆发力是真的强 有体能 有基本功 有完美的控球意识 Morain除了需要重新适应强度外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 时间久了 相信他自然能打出应有的水准 Brandon Clark在热身赛 证明自己的身手绝对不假 全方位的技术 成为球队完美的Glue Guy 进攻上他可以挡拆跟进 可以弱边接应 可以快攻拖车 而且攻击点内外不拘 中距离接应的跳投和抛投动作很稳定 下球后不止善用爆发力 加速脚步也非常扎实 进去更是能以各种神奇的拉杆 把球在对抗后放进 同时带点运球突破的技能 让Clark更难防守 甚至第一场他有抓下篮板后 自行带过半场快攻 并高调给Jerry JacksonJr的镜头 开机后他会某人打挡拆 他便分给JJJ的画面 或许会逐渐成为曼菲斯的新日常吧 防守上 受限于短臂Clark的火锅并不多 但高机动性配上优秀的防守观念 让Clark一如玉行能大量换防协防 篮板上也大打我选秀观察时的频率一巴掌 18.3分钟内继续绕出9.7篮板的数据 疯狂的连续弹跳和强大的移动力 让他总能跟着球移动 在人群中硬是拔下篮板 尤其这一球的Codizela头上 强抖篮板后再拖车跟进飞升爆扣 恐怖的体能优势 展露无遗啊 虽然如此极战力的演出也代表 除了外线持续精进外 我们大概也很难期待Clark在成长多少了 不过我想教他能持续这种水准的表现 毫无疑问全能的他将会是未来灰熊的核心之一 Karlson Edwards 大概是赏我巴掌赏最凶的人了 对于身材劣势 球风偏人来封了他 照理来说转换上NBA会很困难才对 但塞尔提克完美的战术系统几乎让他无痛转移啊 打骑士那场单截八颗三分 我想已经不失多眼了 在Bretz Bevan的战术加持之下 Edwards的投射 跑位 大心脏 比赛解读等优势被放到最大 呃 除了脸好肿以外 我还能说什么呢 说到星秀 别忘了去年的重渊热门Michael Porter Jr 反反复复伤停两年后 这回他终于健康出赛了 在他回归前我对他最大的担忧 反倒不是他本身的状态 而是主力几乎都续约的金块已经没时间等他了 毕竟未来两年要是浪费了 没薪资空间的他们站立很难再继续维持 但MPJ热身赛的表现扫掉了这个疑虑 虽然对抗县运球这些基本功都非常菜 可是MPJ完全展现他为何曾是状元热门 极度流畅极具开发潜质的二楼跳投 能从球场上各种角度去做出手 那个跳投的柔软程度 恐怕比Kevin Knox更像KD了 更重要的是他在比赛解读上也有很不错的发挥 能够跟着团队进攻去移动 不会手上没球就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这对于新修来说是最关键的 毕竟球伤是最难修的 因此能够弱边接应外线 脑袋又不是要再多花一两年去修 再将他高大身材配上高机动性带来的协防能力 基本上只要他持续稳定的命中外线 就能迅速成为尽快这几年来最缺乏的3D弱边接应点 或许说完全的极战力是太夸张了些 但这个赛季MPJ要进轮替 我相信是没有问题了 而这也无疑让他未来成为尽快核心的可能性大幅提升 OK 那么热身赛新修出探就在这里结束啦 嘿嘿 我知道 我知道啦 还有很多球员我没有提到我知道 但热身赛要看的球的太多 而且我也没有打算把这个做人系列影片 全部都讲的话真的讲不完啊 反正后面会有更详细的季中清秀观察 就还请大家耐心等到的时候咯 那么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啦 不过去做的啦 不会就是搞的都是广告这样子 然后大家可以留下对这个业配的想法吧 想法啦好不好 好的坏的都可以 OK 就这样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下喜欢 或者分享出去让更多更多人看到 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话 也热烈的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呢 你也可以收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不会错过我现在影片啰 除此之外 如果不前期长篇文字与分析的话 也可以到我的FV粉专来晃晃一同讨论篮球 OK 大概就是这样 我是SKY 期待下一支影片播出的时候 能再与你们相见